你的竞争对手不是猪 是跟你一样聪明的人 所有的事情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做得到 你不具备的资源人家具备 你没有的条件人家可以有 你能不能别总像个小孩一样 别总那么冲动 如果你总是一身一位 觉得是我没有这些道德 是我出卖了你 那你大可以把我开了 我没有任何意见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次咱们网站新推出的特会商户活动 可以说是咱们北漂房客网 在生活服务领域 又一次全新的场地 根据最新的内线情报 于彭月那边又有新的花招了 简单来说 就是利用咱们闲置的广告资源 为那些商户免费的做广告 不管他想干什么 我们北漂生活网 都要比他干得更好更快 这些受益的商家 会根据受益的额度 为咱们的网站用户提供 超值的折扣 你们不用担心 我们公司有的是钱 就算用钱砸 也得把那些商户抢过来 我觉得这次活动再完美不过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引传一口声齐心齐力 把这次活动做好 有信心吗 有 好 小伙子 那咱们跟他们的人壮了怎么办 王老板您好 我们是北漂滑坑网的 咱们做个广告今天 把这个标志贴上 顾客会源源不断地进来 实际会越来越好 所以你们贴贴贴 谢王老板啊 贴客啊 我们北漂生活网 也邀请您做我们特会商户 给您的政策比他们的还要好 来来来 都给我切到上面去 切到上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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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出了一万块 先坐 我们出了一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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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出了一万块 咱们出了一万块 来来来来 我们出了一万块 贴司 都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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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 我们的政策您也了解了 您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跟我说 哪怕您不愿意也没关系 可是你让我们在这儿等 是等什么呀 不急不急 再等等 再等等 完了 完了 来了 肯定怎么回来了 怎么 你能来 我不能来 坐坐坐坐 既然你们二位都坐在此 那我就不多废话了 你们两家 哪一家给出的这个政策更好 那我就选哪家 咱们这是公开 公平 公正 您这可是让我们预棒相争啊 这话说的不要那么直接嘛 这叫正常竞争 正常竞争 反正我们这边的政策就这么多 再多 我也没有办法 老伯 我早就跟你说了 别再被票房和网干了 你不听啊 你知道我们的权限是怎么给的吗 永远比你们高出百分之十 知道吗 我们公司有钱 咋也把你们砸死了 你放屁 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种 见前眼开的哈巴狗 你说谁呢 说谁哈巴狗呢 你再说一遍 我说的就是你 谁给骨头你就替谁帮了 狗障人士 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你知道吗 你说姓风的 我好心劝你气暗投明 你居然这么说我 你知道你是什么吗 你就是于彭月身边的一条稿 你知道吗 你怎么说谁呢 你说谁呀 我怎么呀 我怎么回来 我怎么回来 说谁呢 你还要干一点啊 你还要干一点啊 你干啥呀 干啥 干啥 说我别 你干啥 你也干啥 你干啥 余总 太谢谢您了 我给公司律者这么大麻烦 您还亲自过来接我 看你说的 您要谢的话 你谢王大律师 是不是 王律师 谢谢您 我跟你说啊 今后办事的话 别那么冲动 王律师说了 冲动是魔鬼 是不是 别像我似的 不长记性 这事就 就就就原谅我了 不是 就原谅你了 王律师 余总 您帮我垫的钱 我会还上的 你说你这个事办的 什么钱 是是是 怎么跟你说的 我不用还了 你把事干好比什么都行 真是愿意要了我这儿啊 余总 咱这活儿 干得太窝囊了 对 下次就这么干 别拉我 有 您那句话 我就放心了 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啊 又见遍了 这想当年 咱们为了那点破事 真的是你死我活 突破血流的 这现如今 这又为手底下 这些兄弟们平事 侠侠真的很闹心啊 哎 我记得 我记得那次是 你是把饭钱都赔给我了啊 这次也是吧 对啊 夜之秋 一夜之秋 好名字 观察入微 对未来的发展局势 掌握得精妙啊 你还没用 换句话来说就是 修军敏锐 善于改换门庭 男友食上那儿吃 还带着一帮软骨头一起吃 喂 啊 哎呀 余蓬月 你真是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躺下 你说你毕业都这么多年了 怎么一点掌紧没有 旧鬼过嘴 咱子得理你 余总 咱别信她的 她说得没错 我现在也只能动动嘴皮子 你让我跟他们讲和 不是讲和 是合作 你真的不怕我把你当成北漂生活网的卧底啊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管不着 不过只要事务所没有跟公司解约 或者明确提出让我回去 我就得对我所服务的客户的利益负责任 你觉得你这么做是对公司的利益负责吗 你怎么觉得我不管 但我觉得是 照现在这个局势看来 我觉得发展到今天 北漂生活网也是没有料到的 他们在这件事情投入的成本 可比咱们大多了 是 你可以说他们老板有钱砸得起 可再这样坚持下去 他们也够肉疼的 更何况现在的商户已经血精了 他们都等着咱们双方抬价 据我所知 已经有一部分已经签约的商户 宁愿违约也要重新谈判 这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双方都被架在上面了 那又怎么样 再这样下去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 谁都落不着好 当然了 你可以用一些办法让对方吃亏 比如说想办法把价钱抬高 让对方跟进 咱们再想办法撤出去 就像是那种拍卖行里的拖一样 可就算是这样 咱们也实实在在损失了一部分的商户资源 到头来还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你想让两家合作达成双赢 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吧 而且我觉得 北漂生活网从一开始 就没有想把咱们一棍子打死 你说什么 我是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们从一开始 打着就是收购和吞并我们的主意 继续说 从一开始的布局来看啊 咱们不难看出 他们是有实力直接把咱们压死的 可他们没有这么做 为什么 我想 不是因为他们没钱或者乱发好心 而是因为我们的存在 对他们来说是有价值的 两家公司能掀起来的波浪 是不是要比一家公司大 有竞争 那市场竞争 我们的核心不得也会快一些 还有一点 我们的一部分核心用户 不会为简单的利益所驱动 这就是你之前高明的一点 你把我们北漂房客网 做成了一个网上社区 而不是单纯的终结信息平台 这部分核心用户 他们上我们的网站 是为了找到一种 心理安慰和群体生活 早就脱离了单纯找房子 这种功利性的目的 人嘛 总归是故土难离的 北漂生活网 如果想要拉拢这部分的客户 他们最好的办法 不是彻底要把这个地方毁灭 而是把他们归为己有 所以说 我们还有机会 这个也要看之后的发展吧 你可别忘了 FB公司已经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在对方的手里 如果他们再收购那些 离职管理层手里的零散的股份 那这个数字将会超过 三分之一 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我现在有点明白 于京投资 为什么一上来 就要咱们百分之三十的股权 这还真是一般大气 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我说的也只是一种可能性 毕竟周延还是你的铁杆 李腾辉和羊子虽然离开公司 但他们怎么说也是你的兄弟 只要他们站在你这一边 FB公司就不会轻易被对方掌权 那你呢 你会选择哪一边 你让我讨厌的时候 我真想站在对方那边 你这是干嘛呀偷偷摸摸的 咱是来谈合作的 又不是来偷地雷的 你这是干嘛呀偷偷摸摸的 快走快走 这边 我说你至于吗 全是熟人 我怕他们认出来 再怎么说我也是他们前任老板 这次主动过得跟了他们谈合作 我多没面子呀 生意场上此一时彼一时 要什么面子啊 似有面子活熟醉 赶紧走啊来不及了 走啊你 慢点 走啊 你好 我找了一下法务部的孟经理 好的您稍等一下 我跟他聊 我说你这个报表是什么情况啊 你这不是昨天交易的 我说你这个报表是什么情况啊 你这不是昨天交易的 你说他在网上 你们这不是昨天交易的 你这不是昨天交易的 我说你这不是昨天交易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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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选择在茂密的雨林中 一块空地来自己成长 只可惜 树干还没长到足够的高度 就被其他大树挡得奄奄实实的 没有阳光你只要死无一条 但我不懂 我要依附于一棵大树上面 靠它的养分来成全自己 不断地向上爬 直到见到阳光的那一天 到时候 我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鸟随鸾凤 飞腾远 这句话是你跟我说的 我现在 重新送给你 好 那咱们俩就好好批一批 看谁飞得更远 谁能第一个见到阳光 乐意丰沛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我也喜欢小语 很久了 小语 这个艺术 没有 你 приб到 来 或者是 你再说 立心 就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在说什么了 没什么 告诉他要来一场男人之间的战斗 顺便告诉他我也喜欢小语 你也喜欢小语 怎么 我不能喜欢吗 不是 小语跟大 大鱼跟小语他可是 没什么可视的 既然他已经明确地拒绝了一棚月 那我觉得就没什么不可以的 记住 别的事你可以随便说 但这件事一定替我保密 放心吧 我谁都不会说的 这种场面不好说吧 你说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毕竟我们去的不是别的公司 来的是陈护生这儿 我还是挺担心打一打一 我们都很清楚 为什么会这么做 既然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洋药苦口 只有让他痛 才可能会让他醒悟 只有让他醒悟才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放心吧 余蓬玉也没有我们想得那么脆弱 我还是挺担心的 毕竟我们之间跟叶芝秋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再说现在主控权也在我们手里 他们不会保得怎么样 你自己好好努力 发挥出自己的价值 不要让任何人把你一样心味 看别了 去忙吧 放心 我会努力的 还有老大 咱们要不要换个地儿住啊 你说这以后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我觉得挺尴尬的 毕竟咱们现在好歹也是个高管 也不差那点租房钱 咱们又没做错什么 干嘛弄得跟自己心虚意啊 再说要搬 也是让于梦月搬 最主要的是 我还想在那儿接 早点把我妈接过来 那带于他要是不搬呢 不搬也没关系 我有办法 老大 我那边 都帮你收拾好了 好 大鱼 其实我早就想搁你一个房间了 这样咱们还可以多探讨一下问题 老大 你慢点 老大 你慢点 我怎么看到你 他会走 你还没过来 你也挺好的 你还没想到 就还没想到 你还没想到 这个房子 都没想到 有点 怎么样 他们四个真的脑白了 你说呢 你这还没搬走 结果他们先搬走了 我今天也下了一条 我真的没有想到 咱们的竞争对手 是李腾飞跟杨欣梅 如雨 你说他们这样断到最后 到底谁会赢啊 不管谁赢 都是两百俱伤 怎么 还在担心周妍啊 如果真的担心她 干吗非要搬走啊 谁担心她 刺激欺人 是 我心里还记管着她 可能又怎么样呢 这不代表我会原谅她的 你知道吗 若宇 其实从菲菲第一次上门 我就看出来了 周妍心里并没有完全放下她 她也没有做好 要永远跟我在一起的准备 她就像是一个孩子 分不清什么是爱 什么是爱过 什么是喜欢 什么是怜悯 菲菲不在的时候 她可以把所有的关注度 都放在我的身上 等菲菲一出现 她就开始不知所措 甚至情不自禁地 想要站在菲菲那一面 是 周妍在这方面呢 的确不可成熟 但她从来都没有真的想要伤害过你 可这样你不觉得更可怕吗 若宇 一个经常在不记忆当中 就会伤害你的人 这对于我们彼此来说 都是一种折磨 是 可是你现在躲避又能有什么用呢 我没有躲避 一个孩子如果摔倒了 妈妈每次都去扶她 那她永远都学不会如何爬起来 周妍也是一样 如果我一直在她身边 她永远不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感问题 只有我真的离开了 她才能发现 她到底把谁 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上 如果她想明白了 如果她想明白了 自然就会来找我 如果她没有回来找我 就说明她从来没有爱过我 我只是一个男人 在情感空虚时候的一个替代品 说什么了 别瞎想 别瞎想 要搬也是他们搬 背心弃异的不是我们 是他们 可是老大和杨 别叫他老大 我没他这样的兄弟 我说老大 你觉得咱们这么门对门地跟着大鱼打了一台 有意思吗 要我说咱干脆搬出去得了 还是那句话 我们又没做错什么 更好况现在小宇还住在这儿 就更不能搬了 既然她接受了我的挑战 那我就要两场战斗倒一个 那你既然喜不小宇 那你干嘛不直接追的呀 如果你要融化一块冰 会选择用水 还用火 火呀 小宇的内心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煎冰 而于鹏月 就好似一团火 看似很容易能将冰融化 但稍不留神 就会被冰水熄灭 而我 则是水 默默地包围着她 时时刻刻地陪伴着她 无处不在地守护着她 只要我们的关系不大大冰点 我相信 总有一天会融化她内心的冰 无论你 我看到你们默默地有其变成 我们来看 跳舞 我看了 我看了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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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老师 我心里面真难得倒心 腾飞兄 我就指望着跟你这只乱缝子 一起腾飞了 走走走走 将当初的种种告别啊 鲜艳不由衷 曾一起做的梦 还在那片天空 那是多大的风 它追不上彩虹 人间怎样的重逢 干遍沧桑眼中 还藏着心 这个 我带给同学 最好的哥们 余蓬月 她是你的同事 她是你的同事 我们两个 那都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吧 人卖业务包给我了 我作为外员 辅助你的 FB公司 成立了 开箱 成立了 你们家都说 创业中男人是最有魅力的 就没有一片点东西 周延 别说别说 我错了 真够涂的 现在还有人织围巾呢 也就是只有周延那个花钢眼脑袋 才能配得上这么涂的围巾 再涂也是我一针一线 亲手给她织的 只有周延配得上 你又同小熬夜了 你看你 熬了一宿都瘦了这么多 你看 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 可不可 过来吃 各位兄弟姐妹吃饭了 你可是咱们的后勤部长荣誉员工 没准还是我们联合创始人的家属 菲菲 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 我很感谢 跟大家在一起相处的日子 特别谢谢你们都喜欢吃我的饭 在这里我拥有了很多 很美好 很幸福的回忆 至今最好的重逢 看遍沧桑眼中 还藏着少年的懵懂 曾一起做的梦 还在我的心中 被嘲笑的天真 有谁还在守候 青春漫过的沙丘 都变成了绿洲 在一场倾盼的雨后 是岁月赠予的清秋 你们都听说了吗 北漂生物网的首席 就是咱们原来的女总 怎么会这样啊 我听说咱们杨总也去了 那咱们两家都来都去的 不成了他们四兄弟打架了 商场上吴父子 更何况是兄弟的 这种事啊 简多了 你们觉得哪边会赢啊 你们觉得哪边会赢啊 我觉得吧 现在还很难说 你看啊 李总跟杨总属于一正一协 咱们的余总跟周总 属于一文一五 虽然说咱们这边有先发优势 但是啊 他们有资金优势 现在还特别难说 不过啊 咱们往后慢慢看 好喜 孩子 是 这边 是 就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自己与前者的房客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样的房子很能保证它一直有人租 换句话来说就是有很长的一段空置时间 但是如果选择我们的方案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通过我们的组织 我们会让毕业生以整租的方式把整间房子都租下来 然后再进行内部分配 这样我们为房东解决了因为房屋空置而造成的资金损失 同时毕业生也可以抱团取暖拧成一股绳 可以跟房东多讨价还价几次 你这个办法我们之前也想过 可现在哪有那么多毕了业还愿意在一起的呀 你别拿你们和余蓬月来举例啊 所以才缺我们组织啊 按照以前的方式 如果身边人没有人愿意或者是没有匹配条件的 那只能各租各的 但是现在有了我们网站 大家就可以拼团 根据自己的需求找到合适的合租伙伴 开启一段全新的大学生活 杨总 继续 好的 因此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 为了把这十多万潜在客户尽可能大的转化为我们忠实粉丝 我们决定在高校以及高校附近进行一系列的落地头发 打广告要花多少钱 花不了多少钱 我们不会做大而不当的宣传 我们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推广活动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以毕业生吃散伙饭为例 这是一个传统 我们会在高校附近的餐厅提前进行布置 这可以啊 对啊 花不了多少钱 这不就情感营销吗 这边一个个哭天我累的 那边一看咱们的宣传 这毕了业还能在一起 太有感染力了 打入啊 继续 我们还会向毕业生赠予用来抒发情感的挂窗标语 在各大校园随机派送 一部分也有北漂生活网的logo还有活动信息 如果就不想自己编写内容 那当然也可以了 就必须注册登陆我们的网站 这个办法也不错啊 我看行 当然我们也会走一些正常渠道 通过校园BBS 校园媒体等渠道进行推广 地面部队直接进入校园 直接推广此次活动 具体的活动预算请大家参考后面的附件 怎么样老大 我刚才表现还不错吗 没听到大家夸你吗 讲到不错 谢谢老大啊 怎么样 跟我出来也没错吧 好 也只有在这儿 你才能体现出自己的能力 好好历练 北漂生活网这次新推出的活动 可以说是抓住了一部分毕业生的心理 我承认 在这个环节上 我们又落后了 不过我一直在强调一点 我们的网站并不是一家房屋租赁网站 而是一个生活社区 我们没有必要非地跟在他们屁股后面 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 他们做情感影响 我们就做快乐的影响 他们有钱可以打广告 我们没钱也可以做口碑传 中国人 可能给我们做爱的一部分 给我们的招待 我们做爱的听众 我们做爱的掌握 我们做爱的不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